被起訴貪污 竊佔國土和 衛造文書 前立委言寬恆 前一天大動作開記者會 抨擊檢方爛訴 上午他還在廣播節目中 訴說委屈 如果違反洗錢防治法或貪污制罪條例 選嫌一審被判有罪 嚴寬恆將會被國民黨撤銷提名 雖然他極力為自己辯護 但有律師質疑 嚴寬恆把竊佔國有地的責任 推給包商 但實際使用的人是他 另外他假買賣豪宅 推給助理說不知情 但手機裡卻有拿錢 給買主的收據照片 至於貪污助理費 一百零八萬付超跑貸款 嚴寬恆無法交代金流 而他的辯辭也可能 不被法官采信 至於嚴寬恆是支持國民黨 侯友宜還是郭台銘選總統 黨內現在已經很多人 分別表態啊挺郭的挺猴的 您呢 最強的那一個就是 嚴寬恆說 到時候誰要來幫他站台 他都歡迎 距離大選還有八個多月 嚴寬恆的司法攻防戰 已經打得比選戰還激烈 華人氣文化中 楊宗穎 台中報導